用花瓶压住开门的按钮 没成想尽被按钮顶了起来 可他要出去的话 必须要想办法将按钮压住 于是男人动用本就不多的脑容量 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就是往花瓶里装水 他按下放水的按钮 一条水柱不平不已地对着他的头胶 可问题是怎么把水往花瓶装了 男人使出各种办法 经过一番折腾 结果连浇花都不够 看样子这个办法行不通 好在他又想了个主意 就是用不要钱的寿司将花瓶填满 可这次装得太满 他根本搬不动 瓶口太小手又伸不进去 只能拿着筷子一个一个地夹出来 两个小时候终于能搬动了 他却忘记哪个是开门的那个按钮了 于是随便按了一个 没成想却把酋长给召唤了出来 还一不小心踢到了花瓶 令男人崩溃水 花瓶净裂成了两半 气得他直接拿寿司将按钮粘住 就当他以为这次成功了 没想到按钮又傲娇地竖了起来 他又找来胶带将按钮牢牢封住 这次见半天没动静 还以为这次可以了 没想到 他又用铁片压住按钮 然后将胶带一路粘到了门口 可下一秒 如此坚挺的按钮让男人激进崩溃 他对着墙上一通乱按 接着一根绳子从屋掉了下 他拉住绳子用脚踩下按钮 然后迅速荡到了门口 这次终于成功了 可他却怎么也打不开里面的房门 原来这扇门还需要钥匙藏打开 没有办法他只好跑了出来 可还是被门家到了屁股 气得他对墙就踢了一脚 没想到静把钥匙给踢了出来 但一会便消失不见 而他也不记得自己是踢的哪个按钮 只能随便按了一个 接着他又试了下一个 好在钥匙出来了 他赶紧利用绳子拿钥匙 然后按下开门按钮来到门前 心想这次肯定能出了 可锁是打开了 门却依然不动 等他抬头才发现 原来上面竟还有个密码锁 可他哪里知道密码了 赶紧跑了出来 可屁股还是被夹了一下 气愤的他将皮锤子随手一扔 却又把酋长给召唤了出来 可这次男人注意到了 酋长头上的数字 正好也是三位数 说不定就是那锁的密码 经过一番折腾 果然锁被打开 他不敢置信地打开门 而就在这时外面的房门关上 由于空间太小 里面的房门也根本打不开 于是他被困在了这狭小的空间里 他绝望地坐在地上不知所措 不知过多久 他开始怀念起在房间里的日子 想到这他不禁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留在房间里了 就在这时 一阵风吹来 似乎旁边有一个通道 他试着伸手一拉 里面竟是长长的走廊 他拼命地往前跑 万万没想到 他来到了一个更大的房间 而房间里有更多的按钮 正等待着男人的探索 一个神奇的房间 只要按下里面的按钮 就会飞机弹出一样东西 而男人被困在这里想要出去 就必须用按钮开出一扇门 于是他不停地试着按钮 这次弹出了一双筷子 没想到开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没用 他气愤得一直不停地按着同一个按钮 而里面也不断地往外弹出筷子 他看着地上快堆成了一座小山 内心竟莫名地开心起来 可突然手麻按到旁边的按钮 气急败坏的他又随机按了一个 没想到这次进出来一个蜜桃 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已经开出来一堆没用的东西 他躺下来休息 随手将皮球一扔 却刚好砸中了一个按钮 接着弹出来一盘寿司 这时男人刚好也饿了 可吃寿司怎么能没有蘸料呢 于是他试着按了下旁边的按钮 可这时无论他按哪个出来的都是寿司 无奈的他只能假装有蘸料吃了起来 等他吃饱后 用手键地按了一下 没成想这次出来的精神一瓶蘸料 男人简直气疯了 等冷静下来后 他又忍不住按了一个按钮 这次貌似是一个3D眼镜 男人赶紧戴上一看 空中竟出现一个小孩 并且还用手指着一个按钮 男人大喜过望 以为终于找到了能出去的方法 他赶紧跑过去一按 结果房间里的灯全都熄灭 紧接着墙上出现了下人的倒计时 男人顿感不妙 他想按动其他按钮停止 但他们却在慢慢消失 这时他向上看去 只见有两扮蜜桃一样的东西正和慢降临 男人以为彻底完蛋 可倒计时候蜜桃也停止了下降 下一秒 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已彻底摆烂 他开始看起了开出来的漫画 从第一部一直看到了第五 可看到第六部的时候 开出来的却是第七部和第八部 无论怎么按就是没有第六部 就在他再次按动按钮时 身后却出现了一扇门 等他反应过来 那扇门早已关闭 他想再次打开门 却忘记是哪个按钮了 于是他随便试了一个 没想到一个白嫩的酋长直接跑不出来 然后直接穿墙而过 懵逼的男人又按了一个 这次直接对着他的头下了个局部阵影 他接着按下第三个按钮 好在这时门打开了 他赶紧朝着门跑去 可随着按钮的弹开 没等他跑过去那扇门就迅速关闭 接着他用脚踩着开关来了个百米冲刺 可还是晚了一步 他气得拿苍蝇拍跳绳都湿了一遍 可还是只差了一步 于是他找来小推车 想通过车子滑过去 可小推车根本不往那边跑 此时男人的脑袋瓜迅速转动了起来 通过一番推理 他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那就是用之前开出的花瓶压住按钮 就在他以为这次绝对能行的时候 那个倔强的按钮 竟然将沉重的花瓶给顶了起来